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中营董事长回应肖战新电影档期 透露完成度还不够,上映闭火 近日,网上看到了一段关于中营董事长的采访 内容是关于回应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上映档期 大致意思是说目前这部电影的完成度还不够 接下来的工作要努力把《射雕英雄传》的完成度做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大热门影视剧 毫不夸张上映闭火,也不会让观众朋友们失望 据悉中影集团董事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回应了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的档期问题 透露这部电影的完成度还不够 接下来的工作要努力把完成度做得更好 这也可以理解,作为一部重磅推出的大电影 必然是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都面面俱到 致力于为观众们带来最好的体验 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上映闭火,不管是阵容还是剧情 不管是题材还是重视程度,《射雕英雄传》必燃火爆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给予了期待 也都在评论区里表示好电影不怕晚,强抢联手的大电影 一直都在等待中,相信所有的工作准备就绪后,就会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正能量偶像 未来的肖战,精彩表现会越来越多 总之祝福肖战,也祝福剧组 所有的工作都在进行中,安心等待即可 这段时间肖战新电影《德显紧致》的拍摄工作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希望一切顺利,早日圆满杀青 不说再见,未来可期 肖战,探寻那些你可能从未见过的他 肖战,这个名字如今已是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存在 他的笑容,温暖如春日阳光 他的眼神,深邃似夜空繁星 但在这光芒万丈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瞬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肖战,探寻那些你可能从未见过的他 记得那次,肖战参加一个户外真人秀节目 阳光正好,威风不照 他身穿一身休闲装,看起来轻松自在 节目中的他,没有偶像包袱,笑得那么灿烂,仿佛整个世界都因他而亮堂起来 那一刻,你是否也被他的笑容所感染,觉得生活如此美好 但你可能不知道,拍摄那天其实并不顺利 由于天气变化无常,原本安排好的户外活动不得不临时调整 肖战和团队成员们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重新规划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一句怨言,只是默默地配合着工作人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每一个任务 这种敬业精神,让人不得不佩服 还有一次,肖战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 他身穿简单的白色T恤,搭配牛仔裤,看起来干净利落 在活动现场,他亲自为孩子们分发礼物,与他们亲切交流 当看到孩子们脸上洋溢出的笑容时,肖战的眼睛里也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感受到了那份纯真与快乐 然而,这次慈善活动背后的故事却更加动人 肖战在得知这个活动后,主动联系主办方,表示自己想要参与进来 他不仅捐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亲自挑选了礼物,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收到自己喜欢的玩具 这种无私的爱,让人感受到了他的温暖与善良 肖战在演艺事业上的努力与付出也是众所周知的 他从一个素人演员到如今的顶流明星,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 记得他在拍摄某部古装剧时,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他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学习武术和舞蹈 每天除了拍戏外,还要抽出时间来练习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汗水浸湿了衣衫,但他从未放弃过 在拍摄过程中,肖战更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角色中 他的一举一动,一平一笑都仿佛是那个古代少年在线 他的演技得到了观众和导演的一致好评,也让他收获了更多的粉丝和关注 但肖战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依然保持着谦逊和努力的态度,继续前行 除了演艺事业外,肖战还非常注重自己的音乐发展 他曾经说过,音乐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他不仅在演戏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音乐上也同样如此 他亲自参与歌曲的创作和演唱,用自己的声音去传递情感和力量 记得有一次,他在演唱会上演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 当灯光暗下,舞台中央之剩下他一人时,他缓缓地开口唱出了那句 在这漫长旅途中,我学会了坚强,那一刻,整个场馆都安静了下来 只有他的声音在回荡 观众们被他的歌声所打动,纷纷流下了眼泪 而肖战也用自己的音乐,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当然,肖战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也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这种精神,让人不得不为他点赞 回顾肖战的这些瞬间,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如今的顶流明星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和才华 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和付出,他的敬业和谦逊,他的温暖和善良 这些品质,让他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的肖战 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肖战的那些照片时,不妨多停留一会儿,仔细品味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你会发现,那些看似普通的瞬间,其实都蕴含着肖战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情感 而这些故事和情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所在 肖战牛仔白T搭配,好评如潮,评论驱狂赞美 肖战那件牛仔外套和白T恤搭配的恰到好处 近来,肖战的时尚穿搭风格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热议 他以牛仔外套配简约白T的造型,轻松摘得了无数关注目光 评论区里,网友们对他的魅力和气质赞不绝口 那份魅力连带着他的每次亮相,都让人心生向往 仿佛总能吸引着人忍不住去舔平 牛仔外套,这时尚界的经典之作,与简洁的白T搭配 展现出一种既清新又不失个性的风格 肖战的穿搭总能跨越季节的限制,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温柔的夏末初秋的清新 他的每一个动作散发出的吸引力,令人目不转睛 这套装扮不仅展露出他出色的身形,还完美诠释了一种自然而洒脱的气场 无疑成为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向往与追求 在评论区,网友们的表现五花八门,满是调侃 有人赞叹道,肖战简直是行走的衣架,任何衣物在他身上都能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这句说出了大家的心声,网友们纷纷响应 我也渴望成为这样的衣架,无论穿什么都帅气 肖战的最新装扮引发了热议 肖战那件牛仔外套配白T恤的装扮不仅被众多网友热力追捧 还在时尚圈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他的穿搭清新有形,就像一阵和煦的威风,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不少粉丝们纷纷感慨,肖战的着装风格既美观又极具启发性 成为了他们追求时尚的灵感来源 不少年轻人在初秋季节里,模仿起他的穿搭风格 希望以此展现个性与魅力,成为时尚风向标 肖战身着牛仔外套与白T恤的装扮 仿佛每一幅画面都如同从时尚画报中走出的风景,充满了艺术感 他的阳光帅气吸引了无数粉丝 网友们在评论区热烈地表达了对他的狂热追捧 每张照片都像是为我定制的,简直完美 不过,网友们也在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自嘲 我也想有这张脸,但穿起牛仔外套,感觉就像个路人甲 肖战的服饰搭配不仅为他在时尚领域赢得了独特地位 也激发了许多年轻人寻找自己的穿搭灵感 这场讨论点燃了思想的火花,同时也引发了种种争议 尽管肖战的牛仔外套与白T恤的组合广受喜爱,引来众多追捧 却也有网友给出了不同的见解 有一部分人持这样的观点,尽管这种装扮看上去十分简约 却需要具备佳的体态和气质才能完美呈现 有人在论坛上留言,我尝试了牛仔外套后 发现自己更像是个土拨鼠,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清新的氛围 此类评语引出了广泛的共识 人们开始探讨起穿搭风格与个人气质之间的微妙联系 当然,讨论的范围没有局限 有人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树一致的风格 只要巧妙搭配,哪怕是普通的单品也能展现个性风采 这一观点点燃了一场关于时尚与个性风格的激烈讨论 网友们纷纷参与,评论区顿时变得异常活跃 有人提出,时尚的魅力在于勇于探索 牛仔外套难道只能以一种方式呈现吗? 这种充满积极性的讨论 不仅让整个话题更加鲜活有趣 也激发了大家在交流中寻找到了各自的穿搭灵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